打不过 我一看这根本打不过 太猛了 那我确实能够感觉到今天东方是非常的猛的 那也是非常期待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跟阿诺的一个对抗 那阿诺的话 其实你也感觉得到 他确实从这几天的比赛当中 是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名选手 就一路从我们的这个第一天慢慢地打上来 也能看到他在比赛当中的神用 从一个双败赛打到现在 打到咱们的决赛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名选手的一个实力了 是的 作为一名新人选手也是非常有韧性的 是的 来看一下手图 依旧是选到了决战雪山之巅 双方都实用的是一个天行者 而天行者RSG皮肤 又给到东方有一个buff下去 是的 只有RSG的选手会用RSG的皮肤 这一把东方并没有说完杀了出来 难道东方的手感过了吗 应该不能这么快吧 是 要看一下阿诺这边 在戒指当中起步非常地快 但是东方也紧随其后 还是有机会去做对抗的 没错 前方是一个超越点 来看一下这里的顺侧 弹气一方还好 阿诺的路线也做得非常满美 是的 这边绕一个外线去弹射 两边选手都弹出来了 阿诺这边路线更为极限一点 是的 距离好像并没有拉近 来看一下这里的弹射 又被拉远了半个时尚位 是的 这其实也就一个弹射的失误 就会拉开距离啊 所以要看一下两边选手的完全度了 是 短空点 这里可能是一个超车点 看一下有没有就会做一波反超和后追 哇 这一手内绕弹射 对 这极限险些上墙啊 阿诺这边也受了一点干扰 看一下下一个弹道 一丁的释放 拉近的距离已经顶到了东方的车尾 是的 但是东方他这里快出 闲进的更加的完美 直接反超领先了大约在两十位 是 但现在的这个距离来看的话 双方的这个节奏是完全相同的 要看一下阿诺在落地之后 有没有机会去碰到啊 哇 感觉刚才跟小玉也是这个距离 没错 像这个距离可能不太好追呀 这个距离还是非常安全的 对 看一下东方的出弹速度 后面阿诺出现失误 距离越拉越大 而且ECU释放 东方是非常完美的 那只剩下最后的长直到 那东方最终成绩是 那我们看一下最把东方不会又要18 一分一八秒七三 是一八秒大呀 是比上两级要慢一点点 对 但是也仍然非常快 而且非常的稳 又快又稳 是的 这一把恭喜东方 率先首途获得了一个胜利 率先获得了一分 下一把呢就是由阿诺来去选图了 是的 而且可以看到 阿诺在前半段 他的跟车是跟得非常好 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 他能够拿到起步的优势 但只是通过一些对抗 东方还是能够给反超过来 没错 像东方这一把 其实他做的一些后期的 一些细节要比前期要做的完美很多 对 就是东方感觉 他无论是领跑还是后追 都能够跟住对面的赛车 所以我感觉给到对方的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像刚才的一个弹射 是直接通过一个路线的极限反超 极限弹射是通过的一个反超 来看一下这一把的一个数据赛果 这一把最终出现成绩 东方是1分18秒73 而阿诺慢了0.87秒 最终出现成绩1分19秒60 成绩相差了0.87秒 差距 但这局仍然非常快啊 因为东方他是起步处于后聚位 通过了一些对抗 但是最终还是跑到1分18秒大的一个成绩 没错 来看一下这一把精彩回放 是 看一下解决的highlight 双侧起步 开局东方没有拿到0跑位 这是第一次 今天的第一次 今天东方一直都是处于一个0跑位的 对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阿诺他每局的起步也非常快 所以两个人起步都比较快的情况下 就要拼一拼彼此的极限性了 是的 其实东方的这个内招弹射超车是真的太极限了 对 他其实是有小小的刮蹭了一下墙角的 但是影响不算特别大 而且他的路线也更为完美的情况下 是直接反超了阿诺 是的 阿诺我感觉他今天的天鹅宝不要再选了 我有一种直觉 他的天鹅宝今天可能不太稳 感觉有点难 是吧 因为其实东方在距离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给到他这个对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是的 但我觉得对于王图的自信嘛 就是要在任何时候都选出来 那才叫王图 又上天鹅宝了 是的 这就是王图啊 我感觉要坏 我感觉真的要坏 东方这个竹好像有点猛 你有第六感了是吗 有第六感 就是这种莫名其妙该做的第六感 男人的第六感能相信吗 可能不太容易相信 那就先看一下比赛的结果好吧 是的 来看一下这一把的双方一个起步状况 这把起步阿诺还是起步比较快呀 起步这边一个弹射阿诺确实拿到起步优势啊 这边看完一个氮气以后再衔接一个甩尾再打W 是的 这里东方紧追起 哎呀 难道这男人该死的第六感就是不能相信啊 看一下这边侧身啊 哇 距离已经被拉开越大越远了呀 现在阿诺非常猛啊 猛起来了 对 在前面一个进阶落地以后压车再弹过来 是啊 没有接弹翼 而且碰到了墙一下 C加速度减度并不是很大 对 他压车压得很早啊 所以导致他落地以后是离那个弯道比较接近的 是 来看一下阿诺这里的快出断空飘 路线 哎 这里比上一把路线要好很多 是的 这边过来以后看一下 目前已经是拉开了一秒多的差距 在前面一个弹射 CW进入到第二圈 呦 这把阿诺带一段46的冲击感觉会很快啊 就是王图一波训练 哎 拖了 这把东方好像状态真的没有开始那么完美了 嗯 但是这张图估计也是比较冷门啊 是的 没拖啊 来看一下这里第二个ECU 哎呀 这里东方的ECU怎么跟放了跟没放一样啊 嗯 落地以后还是能够站在加速带上面的 有一定速度加成 那看一下这边还是要用一个弹射路线 也仍然非常完美 再衔接一个进阶过来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难点了 这边转向以后再衔接一个WCW 是的 重看单细看一下这里的端空 哇 太极限了这个端空 这两个端空太完美了 对 而且过弯速度也拉满了 那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弯道 最终一分29秒21啊 太快了 最终抽现1分29秒21 这个成绩是非常快的 这我们恭喜阿诺也拿下一分 所以还是得相信王图的这下加成啊 没错啊 果然男人的这个D6感都不准 看来确实是啊 就是该选的还是得选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双方是占制了1比1平 就得看一下下一张图怎么来选了 这张图是由东方来选 也是可以打一些他的一些个人王图 但今天对于他来说还没有太多的选图权 没错下一把就来到了东方选图 如果东方选择的话 我感觉他是不是没进墨高窟呢 墨高窟是没有搬掉的 墨高窟会不会上一下 可以有机会去做一下 看一下本场数据一个赛果 这把阿诺最终出现成绩1分29秒21 而东方只是落后0.97秒 在1秒以内的一个分差 1分30秒18 确实快啊这局阿诺 对 而且跑到第二圈也跑得相当的极限 没错啊 这把双方1比1打平了 不过东方要多了一张选逐拳 总体上如果这种趋势打的话 但是就怕有连得分数的情况 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 会把平红这个微妙的平红给打破 先来看一下这局的高窟时刻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张带到阿诺 基本跟谁打起步都能杀得出来 阿诺的起步是真的非常快的 之前看东方跟凝青的起步来看的话 东方就够快 东方就是有点压制的感觉 对的 然后这把的起步能够压制东方的话 就真的非常的快 就两个人起步都非常快的话 就看谁更快一点 但是通过前两局的比赛来看 确实是阿诺的这个起步 是对东方有一点压制性的 是 下一把就来到东方选途 而东方会不会直接把自己的一个 莫高窟给上了 上了手的天空之城 今天的天空之城 发挥的也非常的快速啊 那东场率非常高啊 异常高涨 这张图其实从亚洲杯以来啊 就是慢慢的就提升了它的增场率 是的 这一把应该用到冥王哈迪斯 嗯 要用到哈迪斯 两面身上都是用到了哈迪斯夜火的皮肤 是的 这一张赛车跑这张赛道 还是非常适配的啊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起步 这把起步就就是谁更加的快 哎 东方是真快啊 是的 这一局东方的话是 迈威士拿到了起步的优势 看抵个弯道 WCW怪 要提前卡个氮气 再陷进一个弹射 是的 前方借一手暴力过来 前方的悬尾调整路线还是非常不错 但是阿诺的路线光下的完美 拉近一波距离了 现在一个击桥以后 看一下下一个弯道 衔接一波进阶 哎 这个进阶接暴力 换一手氮气再拐一下 特身延续吗 能接得上 特身延续能接上 再衔接一个弹射弹出来了 是的 前方的氮气小飘延续 对 再衔接一个顺侧 但击延续过来 通通再叠一个WCW 哦呦 这里直接弹起来再多了 中方已经是领先了0.5秒左右 没错啊 现在来看一下 最后后方的这个段空 没有问题 东方依旧一路急稳的 一路 没错 而且后面阿诺的距离 再一次拉开 看一下后半段 这边再衔接一个进阶 是 这手弹射 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是的 留给阿诺的时间不多了 接下最后的两个弯道 这边ECU释放完以后 再衔接一个弹射 CWW 接下最后的一个弯道 这张太刀好回来 我们前方CW可以完成冲线 又是一个零七 又是一个零七 东方这个状态真的是好稳 让我们恭喜东方再拿一分 一分 你一分我一分 对于自己的王图都是有自信的 那我觉得下一张阿诺完全也可以再上一张长城 完全有这个可能 今天的长城 其实阿诺跑的也是相当的顺利的 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失误 而且总体的卡位对抗也是非常优秀 对前期稍微有点失误吧 前期可能那个长延续那个点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后半段就是调整完节奏之后 是能够拿下那一局的比赛顺利 是的让我们看一下本场数据的一个赛果 再把东方最终冲下成绩1分07秒68 其实说实话要比上一次跑这个图要慢了一点点 算一把是07秒61 因为在这一局当中虽然起不出来了 但是有些小瑕疏所在的 是的阿诺是慢了1.06秒 1分08秒74 再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分数是战至2比1 是的阿诺落后1分 现在吧 阿诺来选 没错 看一下上一把的互放 精彩互放 这边侧身起步 哎呀 这里还凑了一下墙啊 对 出弹太贴了 稍微小刮蹭一下 是的 不过阿诺最终那个弹射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这里的弹射 路线是对的 但是拖了一下 对 就可能按的太重啊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稍微有点着急 那最后东方也是1分07秒 能够拿下这一局的胜利 目前已经是来到2比1的一个比分 下张图由阿诺来选 会不会直接上一张长城 找找自己的感觉和手感呢 嗯 是可以的 但是也是有其他的赛道选择嘛 长城就可以作为一张制胜法宝 比如说2比3或者3比2 或者3比3的时候 有选图机会就拿出来 选出最后的一个决胜局 没错 来看一下下一把阿诺究竟会选择一个什么图 不过截止到目前 双方手里的带车是完全够用的 对 赛车的话 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过不够用的情况 毕竟我们还是没有熬战的 如果熬到个十五六局 那可能不太够用 是 这一把直接选到了 啊 上一局对战到 欢迎虫 这个图是第一次上啊 真的第一次上 对 因为上一局对战到 小玉的时候是选了一首电音嘛 然后这一局是选了一首 甩尾虫 这一把就看一下双方的甩尾弹射 谁跟我讲都稳健了 来看一下起步 第一个弯道就可以直接甩尾 看一下这里的甩尾 哎 双方起步出了点问题 哦 但东方这边是顶到了 都没甩啊 没有甩出来 啊 离得太近了 不敢去弹呀 这一手弹很容易弹到对方的侧臂骨上 现在阿诺拿到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对方环境 哎 东方拉近距离了 这边过来后再先接一个弹射 哎呀 敢弹套强了 对 蹭强了 目前这个距离有点远 而且这个弯道也没有弹出来 没错 看来东方这一张赛道最近可能 确实没有训练呀 这个事物有点多呀 对 这边一个上墙 CW单喷再衔接一个CW 这一弹节奏还要再找一下 没想到阿诺留了一手啊 这一手赛道真的是躺了 一看就躺了 哇 这一转时段延续 跑法真的是非常的极限 这边过来以后进入到第二圈 再衔接一个甩尾 再拉一个顺色 半圈延续 单圈41秒74的重界 这一把很快 应该还是有一个2122的重界 但要看一下 第二圈的一个弹射完成度了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边也弹出来 哎呀 没有接上这一手 延续不过手里的弹技 还是比较多的 没有 算掉弹器 刚刚那个点 是的 稍微蹭了一下 连续蹭墙 这把应该是能22的 21可能要跑不出来了 就没了 第二圈相对来说 其实跑的会更加轻松一点 因为目前这个领跑的距离 还是比较远的 我感觉昨天晚上 阿诺绝对是专门练了这一张赛道 专门加练的 哎呦 这都弄阿姨 一个知识法宝 那这样一来的话 也是将比分扳平至2比2 是的 没想到这都能跑21 是真的很强啊 是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夏洋突然是由东方来选双方 去抢彼此的赛点局 是的 来看一下东方 会不会直接就拿上自己的莫高窟呢 莫高窟是他一个王牌赛道 对 还有很多的赛道也可以选择 就是要看一下他会使用到哪一辆赛车 是的 那其实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赛道来说 其实新 呃 新萌游乐园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没错 来看一下本场数据的一个赛果 这把KD安诺 冲线成绩1分21秒81而东方2 慢了2.79秒最终冲线成绩1分24秒60 哇 万万没想到啊 这把用双战神这种车 这么有年代感的车 有失误还能跑1分21 但是对于学校来说 其实就比较习惯于这辆赛车去跑这个图了 就用裁决的话 对于此时此刻来说是有点奢侈的 是的 因为还有很多赛车赛道还在我们的外面去等待 那其实裁决如果要用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海滨或者是北海这样的赛道 没错 来看一下这把的一个回放 其实第一个弯道东方就被卡住了 包括第二个弯道连环一个卡位 再加上下一个弹射点 东方这个弹射没拖了 对 第一圈的连续弹射都是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的 阿诺这个点是一个弹射上墙 打断了他后半段的一个节奏 我感觉阿诺这张赛道自己至少能够用这辆赛车 用这辆赛车能够跑出一个要求的冲击 是的 那你还是期待一下下张图怎么来选吧 目前2比2打平了 下张图由东方来抢赛点 会不会拿出自己的制胜王图呢 应该会上吧 摩高窟吗 一路向前 一路向前还是不上摩高窟 这张赛道的话 含着有一定的一个意外率 失误率的 不过像上一把阿诺这个图 并没有拿出比较好的发挥 主要现在就是横向对比一下 因为都是来自R4G的选手嘛 所以他们可能所练习的赛道 都是比较相似的 没错 来看一下这把双方的一个起步 这把起步双方齐头并进 需要换一下氮气 等一个弯道的话 两个人卡着位置 阿诺卡一个内道 但是东方这边出弹非常的快 直接拉开距离 果然阿诺还是少一段延续啊 又被拉开距离了 这一张赛道可以看得出来 阿诺的跑法 呀 这几个连环的一个失误 这边空凤氮气的速度 阿诺这边节奏有点乱了呀 是的 这把东方真的是拿到连跑位了 而且拉开了一个强之道 这边在升级一个弹射 应该稳了 来看一下这个跳台 阿诺前期的这个跑法 确实有点迷啊 太迷了 他的这波氮气 平方氮气的节奏 完全将自己的这个跑法打乱了 他这个赛道的弱点 好像到其实到目前都没有过呀 能够看得出来 这张赛道是他的确实一个短板 对 细节点上面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在这张赛道上面 没错 现在已经被拉开 距离还是在不断地被拉开呀 紧接过来以后 进入到我们的弹射点 这边一弹弹过来 没问题 再衔接第二弹 最后一个弹射 没有问题 看一下最终的出现成绩 是陆建仁 非常完美 最后一个测车 是1分11秒60完成成绩 没错 还是比较快的一个成绩 让我们恭喜东方 又拿到一分 这一把的话 有优势了 优势就比较大了 对 这一局的话 感觉阿诺是跑得稍微有点懵啊 那也是恭喜东方先拿到自己的赛点局 3比2的一个分数 下张图由阿诺来选 阿诺的最后一手选途拳 没错 下一把阿诺必须要连拿2分 才能够进入到咱们最终的总决赛 拿到下一分之后 还要扛住东方的选途 所以对于他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比赛场上 拼的就是选手的状态 阿诺这一把应该要拿长城了 长城可以拿出来 就是在这种制胜的时候去选择一下 是的 来看一下这把双方一个小图 赛果1分11秒60 阿诺这边4.99秒啊 确实在这局当中出现的失误率会更大一点 前期感觉阿诺的跑法直接乱了呀 那一波空放氮气的一波调整 是稍微有点迷的 是的 让我们看一下这一把的一个数据 截止到目前当下 KT阿诺拿到了2分 而东方是拿到了3分 拿到对方的一个赛点了 赛车也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看一下这里觉得回放 阿诺其实第一个半道还看不出来什么 一旦下去了之后 哇 它这个系列的处理就看得出来了 尤其是在这一段嘛 这一段固然车落地过来以后 它应该是少了一个小喷的速度 那也就是一个CW 前面就没有CW 然后速度不够 但现在就没沿上 然后又觉得太慢了 又开了一罐氮气 没错啊 所以这个平方弹气拍完以后 自己的这个弹气节奏也不太对的情况下 就使后面这个距离越来越远了 是 所以说对于阿诺来说 上一把就是最大的一点 失误就是在于开头的失误 是的 那看一下阿诺还是要选择自己的王图长城 这一把麦可能要上了 这一把长丛 农府拿下 就看一下阿诺给力不给力了这一局 看一下两个人在这局的发挥吧 起步也是非常重要的 起步的连续弯道也会发生一些对抗 像上一局其实两个人都有失误啊 没错 这个比赛是一直胶着到最后才分出胜负 那同样这局的起步也非常的关键 再看一下两个人都拥到了麦凯倫 这张态道其实领跑位置太重要了 想要内卡外还是很难去做的 这一把 哎 东方拿到了 哎 不好说 极度并进 待机延续 这个断攻标点才好说 究竟谁会拿到领跑位 这把拿到领跑位置是东方 哎 干扰了一下 干扰了一下 是的 受到一定的干扰 但是这一手内 那条超车 这还有那条超车 他的氮气是出现了点问题 这边卡曼过氮气以后 还要再连续的卡器 是的 现在又 果然是自己的一个毛图赛道呀 但目前距离还不算太远 还有机会 没错 这边撞到后蓝飘以后 再衔接一个CW 快出再接延续 来看一下前方 好的 这边飘得太早了 是直接上墙 ECO也有点歪 距离越拉越远 没错 看来东方 东方这边有点急了 我感觉东方这个状态 好像稳不住了呀 不要 这状态一一一 稳不住变成东方了呀 这局是稍微有一点荒 但是从目前这个距离来看 占到三倍三平还有机会 是的 最后一个断头台的一个时务 看一下能不能稳住 能不能完美通过的这个断头台 哇 这个路线 哦 二断空 又12年断空过来以后 再衔接一个CW 最终可以完成重现 成绩是1分08秒11 可以的可以的 恭喜啊 再美台打平了 哇 这东方的状态 感觉好像没有开始那么猛了 嗯 感觉是来到后半段了吧 大家的这个热情也越来越热烈了 感觉对于这个奖金的向往是非常的强烈 可能是越大越激动 对 非常强烈了现在 现在就是基本上上一局是4比3结束是吧 这一局是4比3结束 对吧 肯定是4比3 嗯 谁拿1分都是4 就看这个4是分到哪一家了现在 不过现在呢 东方唯一的一个优势就是说 他有一张选途权 嗯 来看一下上把的一个数据在过 这把阿诺最终重现时间1分08秒11 其实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没有上把快了 对 两个人对抗还是拉的比较慢的 但前期基本上就分出胜负了 东方在那个弯道出来以后 应该是没有叠上WCWW的 嗯 对 而东方是慢了3.59秒 看来在后方的一些联合的失误也是导致了他的一些跑法已经乱套了 嗯 在后追的阶段还是会比较荒一点 嗯 对 最终重现最终是来到了现在13比3打平 是 只是啊 最后一张图又是一局决胜负的时候 一局决胜负 又有选途选的东方会选的什么赛道呢 无论是打什么图他都得算机甲了 嗯 不拿机甲现在已经 没有必要再去留了 对 先看一下这一局的回放 已经打满了 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超车 阿诺真的是做的太完美了 对 东方上墙以后后续的这个氮气叠加也出现了问题 是的 然后连续的ECO释放偏差也让他的速度越来越慢 最终阿诺还是复刻了自己的极限飞跃二连断空完成了最终的一个冲线 那现在只剩下一张赛道了由东方来选 不过像他选到莫高窟的话 用机甲不一定跑得快 肯定用科尼赛格 科尼赛格更加的稳一些 而且也会有更好的选择吧 就是看一下机甲他会选择使用在哪张赛道上面 来看一下会不会赌一把 中的这个路线以及压车也是相当关键的 是的 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一个起步 双方都是断转起步 哎 被抓没小喷 但是阿诺有点远啊这个位置 氮气还急不满 还要再卡一下气 是的 起步就被卡 拉开了三个程度位 对 这边顶开一个情况下 这边在行进一个暴力 过完劲道以后这边直接弹过来 他好像重开了一个氮气 来看一下这个氮气延续 调整一下利用科尼赛格 哎呀 没有介绍那一段延续 是的 这里又开了一个CW过来 自己的氮气节奏也稍微有点乱了 最怕难道要变成SG的一个内战吗 哦 很有可能啊 但目前的这个距离想要后绝 也是有难度的 这边再衔接一个甩尾CW过来 是的 不过目前东方的路线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飞跃 非常完美的飞跃 非常极限 过来以后再衔接一个CW 进入到第二圈 这里再衔接一个甩段 是的 这里再看一下 他的氮气延续的路线 非常突破 这里有点偏左了 但是其实调整过来 很深的一个路线 再衔接一个暴力 拉近了一点点距离 是的 但东方这边也没有给机会 这边从下面过来 连续在前进一个CW 是的 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15点了 不过现在 像这种三星图的话 只要最后那个瞳孔点 他不掉海军 只要求稳飞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行这个距离不能求稳 他不能太过求稳 但是也不能太极限 嗯对 有一定的容错率 有一定 因为后面阿诺已经拉近距离了 好 稳了 这把东方稳了 最后趁强了一下 CW版本的速度 还是能够完成冲线 哇 稍微了有限 恭喜东方紧急到我们的总决赛 是的 获得了最后一张通往总决赛的一张门票 没错 那这样来将会看到我们RSG的内战了 两名选手的内战了 真的 这样一来我觉得就有看点了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 同一个俱乐部的选手 可能所练习的赛道都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就是最了解对方的人了 这都是 是的 咱们的阿诺 虽然稍微有点小遗憾 但是也是获得了一个季军 季军的话也是有着 8Q 嗯 9000元的奖励 嗯 所以还是要期待一下 8 9000块钱 最终的一个对决 那今天看完了这几场比赛以后 也不要忘了我们总决赛是一个BO3的赛制 没错 可能BO1是没有看过瘾啊 但是总决赛BO3绝对能让你看得过瘾 来让我们看一下上一场的一个数据赛果 上一把东方冲箱冲击1分23秒64 虽然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非常的稳 而阿诺落后0.46秒1分24秒10 主要这一局在起步阶段吧 嗯 阿诺就已经被顶开了 被干扰了 对 他的一个断角起步是被直接撞到了右墙上面 然后他的这个飘飞落地 并没有挤满一个氮气的情况下 还重卡了一下氮气 所以在起步阶段 就已经落后了比较远的距离 而进入到第二圈以后 虽然说通过自己的极限去拉近了 但是还不足以去对抗 让我们看一下这一场的赛后数据 最终呢 KZ阿诺是拿到了3分 而2SG的东方拿到4分 嗯 这两名选手真的是一个旗鼓相当的一个状态 对 连续两局啊 感觉阿诺都是奇差一招 都非常可惜是倒在了3比3的最后一张图 没有选图拳 是的 其实起步阿诺这杯卡的挺难受啊 嗯 而阿诺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出了非常多的奇招 就比如说换阴晨假日 撒了一张比较冷的赛道 确实 哇 东方的这两波飞跃都非常极限啊 但最后是蹭掉了一个小分的情况下 CW的速度还是能够支持他完成最终的一个充限的 没错 接下来的最后一场就是董决赛了